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文本这里 OK看到了吗 所有的播放情感都已经给大家列结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欧费 包括一些热门的收视频道 还有一些新闻财经 也是最主要的它的一些内容 对不对 我们直接随便点开一个频道 看看能不能收看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一期的新视频 我是大亨 本一期的视频继续给大家来介绍相关的内容 大家都理解的 就是今天要介绍非常非常 近期可能又这个所长又更新了相关的内容 就是欧费 那欧费的相关的部署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弯弯的VPS上部署相关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因为它网络的问题 它落地IP非常的稳定 所以它是不需要太多的网络设置的 那可是在这个 你的本地部署还是需要一些网络知识的 就比如说你是要HTTP相关的节点的访问 OK 那是需要一些相关的设置的 那我会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毕竟每个人的网络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只是把相关的过程给大家讲一遍 至于怎样去探索 大家还是要认真听认真看 把每个细节看清楚 OK 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第一步 大家要检查一下你本地的网络设置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还是要本地网络上有一个可以观看弯弯节点的这样一个环境才是可以的 首先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详细跟大家说一下 就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password的 如果大家用openclash 大家但是另说的 其实那个更容易一点 那password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password然后打开这里 你的这个节点要选择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弯弯的相关的节点 大家在往期的视频中已经跟大家说过无数遍了 怎样去寻找这样的节点 或者说你怎样去优选反带这样的节点 大家去看一下往期的视频 就比如说这一期 然后再比如说下面啊 就比如说你这这个7890的端口 就是htpp的这些反带接口 大家看一下啊 就比如说这个 大家要把这个勾选上 同时在这里点一个添加 添加之后我们去选择一个 比如说相关的弯文节点 选择完之后 选择弯文节点 这里有一个http的监听端口 看到了吗 这里设为7890就可以了啊 7890 你的这里的这个 比如说192.1 就是你本地的ip地址啊 然后加上你的端口 就是你一个http可以访问的一个 一个节点了 明白了吧 这里你直接点击应用保存 OK 我们就返回这里就可以了啊 返回之后 它这里就会自动的 如果状态可用 它就会自动的就可用了啊 我这里因为没有设置 这条是没有用的啊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设置一条 我这里已经设置了 比如说这里选的是完美的节点 然后是启用的状态 它的http的监听端口是7890 这些内容默认的就可以了啊 直接把它启用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Docker 可能就可以用你这个相关的访问了 明白了吧 其他的open class 其实大同小异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你的open class啊 这是网络环境啊 这是首要的啊 也是在复写里面 大家看一下 在复写 复写设置 复写设置往下滑 往下滑 滑到最后 你看到你的 啊 sox5 https的认证信息 它里面是否有相关的密码 看到了吗 这里有clash的啊 用户名 还有密码啊 一会儿跟大家说 这个怎么用啊 这里也要点 点击启用 然后保存相关的应用配置 然后再往上滑 滑到看到 有一个http的代理端口 它也是7890 这时候你一定要设置好你的端口 最好是跟我这个保持默认的吧 都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啊 其他你不用再想了啊 这时候就可以了啊 这是open class的一个设置 这时候就完成了我们基本的网络的操作 我们接下来来设置我们的Docker 首先呢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SOS的管理后台 来看一下容器里面 大家预览一下啊 目前是没有这个安装相关的容器的 那我们就要通过命令行来直接来进去安装 也就是打开我们的SOS管理工具 这时候我们打开之后 首先呢 打开我们的 管理的后台 连接到我们的管理后台 也就是说我们的SOS的管理后台 连接之后啊 这个如果大家不会连接到 大家看一下往期的视频 我发过一个短视频 怎样去连接SOS的管理工具啊 这是一个基本操作了 很多小白朋友们还是不会 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打开我们的命令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命令啊 首先 这个命令里面 然后把大家常用的命令都给列出来了 上面这个都是下载 但是它有不同的版本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有不同的格式 就是它针对了不同的设备 有不同的下载的相关的版本啊 比如说这个AMD的 就是我们常用的X86架构的 就是你的比如说NAS啊 相关NAS比较多的这种 这种Intel的CPU 那就用AMD的这种 如果是相关ARM架构的这种的 你就用下面这两款就可以了啊 这是最新的这个拉曲镜像的方式 你选择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但是我目前测试了我自己的可能兼容性有问题 那我们还是用了老的版本 那我今天就用测试这个版 就是这个0.02版本 我们直接下载这个版本啊 大家也可以参照我这个去下载啊 我们直接来复制第一行命令 然后打开我们的SHS的管理工具 直接粘贴第一行下载相关的镜像 我们只要你的Docker啊 在你自己的网络环境下 可以进行下载相关的啊 这种镜像就可以了啊 下载完这个镜像之后 他会来运行第二行命令 第二行命令 我们把所有的文字复制一下 如果你上面是用上面下载的命令 那你这里的0.02要改一下啊 改成后面他这个冒号后面的这个 明白了吧 大家说一下 OK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命令粘贴一下 再运行一下 我们看到这一行代码的时候 OK就说明你的运行基本上属于成功了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来到我们的SHS的管理后台 直接打开Docker里面的容器 OK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的Alpha Plus已经运行起来了 运行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访问我的端口7050了 再给大家小小的提示一下 你的外部端口这里 他默认的是5050 我改成了7050 因为我的5050已经被占有了 毕竟所长的这个相关的容器的 它的很多部署都是用的50外置的端口 所以大家修改一下啊 修改一下你自己能用的相关的端口 这时候我们直接访问7050的端口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设备的IP 复制一行 然后这里粘贴到这里 然后加一个冒号 加成7050 OK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初始化系统这一步 这一步看到了吗 用户名这个都不用说了 大家自己去取就可以了 我自己还是用我自己的 dmxk 密码自己设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他有一个要求是八个字符 那我们就多打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自主一点啊 OK这个就设置完了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紫色的设置管理员账号 它就会自动的到入登录的一个窗口 一样的把你刚才输入的那一行 把它输入进去 名字 密码 这里点入登入系统 你可以点击记住 看到了吗 这个后台的管理的界面 就给大家展示到这个面前了 有第一个比如说IP的验证啊 一般的设置啊 还有单频道的选机啊 现在用的繁体其实特别适合 你懂的 就是台湾的朋友们 大家来部署相关的这些内容 都是非常简单的 包括更新播放清单 还有线上播放器 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所以咱们按照它的逻辑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部署就可以了啊 我们首先第一步检查你的IP的可用性 OK 你看到我们这里吗 有一个验证通过 可以播放 什么意思呢 我还是那话 你的网络环境节点 一定是你的弯弯的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也可以还是去看我的相关视频 可以自己部署一个弯弯的节点 自己拿来用 非常的方便 如果没有了 我们还自己去抓取更多更新的相关的节点 都是可以的啊 我们这一步就过了啊 就是说我们的IP是可用的 那下一步就是一般设置 点击一下 看这里有个token管理 是不是 包括ID的配置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它这里的 它自动给你生成了一个token 那我们直接点击生成新的token OK 新的token已经生成了啊 我们就不管了 直接往下走 它可以自定义token 你就自己输一个64位的一个数字 或者字母的组合 那这就算了 大家其实这个没有必要 你毕竟在本地部署的 然后替换所有的token 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替换的 需要你在往后的操作中来操作的 这就也就不用管了啊 然后下面我们看到一个新增频道映射之类的这些 如果你不会 你不要管它 也不要动 就不用管它了啊 这个映射 我们直接往下看 这版本的好处就在于 它自带了相关的ID映射关系 明白了吗 你看到了吗 它所有东西都映射好了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管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 这就是0.02版本这个好处 其他的版本 大家可以去测 比如说0.03最新的 包括其他的一些 最新的 你可以拉起相关的镜像 尝试一下 我们拉到最后 我看到这里有这个 http的相关的代理的设置 这个我也往期给大家讲过 如果你有相关代理 已经启动了http的代理 比如说OpenCash还是Password 都是可以的 那这里我也就 直接把我自己的代理把它填上去了啊 就是这个 你的访问的 ip和加上你的端口 这就是我自己的 这个弯弯节点的 它可以代理的相关的这些内容 填上去 然后这里点击启用 ts片段代理 什么意思呢 它有个转发的效果 可以启用 可以不启用 如果你是在 比如说其他的服务器上部署 这些东西设置 还是有所不同的 大家认真的去读相关的文字就可以了 我只介绍本地的这些部署 包括这些服务器的地址 反向代理地址 这些也是在你的VPS上部署 你才能去实现的 比如说 VPS上你有相关的预名 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它设置一些 这些东西 它未设置是不是 然后看到最后 它有个储存网络 是点击一下 OK 这个非常内容比较长一点啊 我们拉到最后 再次拉到最后 它已经储存了这些内容了 OK 你看到了吗 这是我们的代理的 这些节点 也把它写上了啊 然后再看到 最下面有一个数据上传 这就是相关的这种节点 就是这种频道的 这些ID的映射关系 它有些文件 分享 可能有一些人 有这种文件 大家可以去上传啊 包括 如果你没有的话 这个可以放着啊 毕竟我们这里面的映射关系 已经有了 有了一部分了 我们不用管了 包括下面的 添加一些相关的语言 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会 反正的话 过 直接往下看 看到最下面 然后清空缓存之类的 这些内容啊 如果这后期看多了之后 它就有一些缓存的东西 你这时候 如果再重新设置 这里是需要的啊 然后看到最下面 它有一些非常非常多的内容的一个 说白了 你是需要学习的这些东西 每一项都要学习去整理 不一定都懂 而且就是我自己来介绍这些东西 我也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懂的 毕竟如果你能 就类似于小白运行起来 其实是最好的了啊 启用自动更新 我们可以把这一项点击一下嘛 把这一项勾上 然后在下面 然后再点击这个储存设置 OK 我们所有东西都已经基本上设置完毕了 那我们就可以 反回一下 在右上角有个反回 我们反回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它里面 有这个一般设置已经设置完成了 就是我们 然后单击频道 这个频道的一个选集 这些ID的映射 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的时候 呃 它有些 比如说点播的内容 它这个东西 你自己去整理这些东西 你才能去映射相关的内容啊 如果你觉得不会或者怎样 那也不用管了 如果你选择什么东西才会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也是直接返回管理页就可以了 返回之后 我们编辑播放清单 这里点击 一步一步点就可以了 选择档案 你看它这里没有 我们载入档案也是没有的 那这时候我们还没有内容 我们返回啊 返回刚才的这个主页 然后更新播放清单 我们这里包括这个选集 然后推荐开启 就是我们刚才是否添加了相关的节目的选集 我们应该把它勾上嘛 它这里有四个 我们就不管了啊 直接都把它选上就可以了 然后转发TS片段 注意相关的流量 无所谓 反向代理 这个如果你没有用VPS 其实也不用管了 然后点击这个开始生成播放清单 看到了吗 这里开始生成播放清单了 我们稍等片刻 它就会生成相关的清单 我们稍等 说白了 目前现在这outfit的这个整体的过程 相对来讲啊 就小白来讲不是太友好 但是如果你弄成了 还是有一定的成熟感的 大家说白了 就是一种玩乐的属性 然后大家看一看 如果你有用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也是可以的 包括学一些简单的操作 也是对于你以后的工作生活 学习都是有用的 由于它要抓紧相关的内容 所以这个时间的生成比较长 我们就不看了啊 我们直接略过啊 OK 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这里显示播放清单 生成192个频道 失败零个 生成8个档 档案有8个啊 这个东西它已经都生成完了 看到了吗 这里的一般频道的清单 这里已经列出来了 列出来了 这里有播放 这里有文本 有下载 下载都明白了吧 这是一个M3U文件 大家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也可以 点击一下这个文本 点击打开看一下 OK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这都有的了 已经是基于一个本地网址的一个相关的内容 这个大家可以任意的去部署啊 这只要你的节点是弯弯的 OK 你就可以在本地部署你相应的offer了 看到了吗 这些包括代理的模式的清单 它都是有的 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做测试了 这就完成了啊 说明了 这个就成功了 我们可以返回一下 它有其他的功能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返回 这里有一个线上播放器嘛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啊 OK 它的频道在下面 比如说这里有电影动漫 卡通 热门 热门的收视频道 还有一些戏剧新闻财经 其实有些内容 你收看的情况下 还是需要相关节点的 这个大家要理解 明白了吧 所以我这就不多说 我这也就不多说了啊 明白了吧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我们所有的内容 其实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啊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看到吗 包括相关的这些节目清单 也都是有的 我就不给大家再过多的演示了 这就关闭掉了 好了 今天的部署 也给大家详细的讲完了 如果大家 希望大家 按照我的部署 一步一步的 能成功 如果实在不行 大家一定要用我目前用的0.02的版本 如果你 你部署了其他新的版本 如果也成功了 也恭喜你 OK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 给大家介绍的已经不少了 那如果你还有很多详细内容 不知道的 也可以来我的视频频道 来给我做评论 点赞 转发 这类的都是可以的 甚至你可以加入我的提机群组 来进入我们各种小伙伴都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 OK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大恒 欢迎大家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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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